马太福音六章三节四节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在马太福音六章一到四节当中 主耶稣针对施舍的事做了清楚的教导 在第五章主耶稣提到天国子民的好行为 应该叫人能看见 但是故意叫人看见 为要得到人的赏赐就成了表演 天国的子民不是不能彼此鼓励称赞 而是不能故意要得人的荣耀 在第二节当中所说的吹号 是比喻做事的时候大张声势 引人注意 假冒伪善 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演戏的人 演员 就是指这些人就像演员 戴着假面具在表演 而报仇就是要得人的荣耀 得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得到 全部父亲被有收据的意思 而赏赐的质疑是公价 也就是说当这些人行善的时候 吹罗打鼓的故意叫人看见 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公价 他们的报仇 将来就再也没有天赋的奖赏了 接着第三节说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一个人的左手 怎么会不知道右手所做的呢 除非心里忘了 或者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这说明施舍是天国子民 生命自然活出来的结果 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所以不但不会故意夸耀自己 甚至根本不会觉得 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施舍 第四节接着说 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耶稣的意思是说 只有天父能够在暗中查看 所以行在暗中 就是单单行在神的面前 不求人的喜悦 只求神的喜悦 不是为了彰显自己 或是满足自己的同情心 而是得胜者的生命 成长了自然活出来的生命